国际福伦3501地区举办公益演讲活动 台下的审友们喜家贷券非常踊跃出席聆听演讲 今年国际福伦3501地区宝券职位也是总监夫人的黄秀慧就表示 希望透过女性独有的温柔力量协助另一半从事公益活动 不只让家庭更和谐 也吸引更多人一起加入服务的行列 我所规划的所有的宝券活动主轴都在于公益 那我希望我们在福伦能发挥女性温柔的力量来做公益 在宝券协助另一半在福伦的工作之余都能充实自己 然后一起快乐做公益做服务 然后参与的服务我们才能从服务中得到感动 让我们也能成为别人的贵人 那做自己和别人的啦啦队 那刚好符合我们今年2023-2024年度福伦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是为世界创造希望 那我希望在成功呢 我一直认为不在于我们赢过多少人 而在于我们能给多少人希望 亲母好友一起做公益 要比个人单打独斗更具力量 也因此从中立新竹到苗栗 各地的宝尊卷主委都积极的筹办公益的活动 希望响应总监夫人的公益活动 在今年度呢我们苗栗分区有在9月13号 我们也办理了一个演讲的讲座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竹南的复义金酒店办理 然后我们邀请了我们的那国宝级的孙翠凤老师 还有一位主讲人是新幼宠物天使园区的一个主讲者 那欢迎到时候大家一起立临来听演讲 今年新竹分区的宝圈活动特别邀请了 鉴定大师秦老板来新竹演讲 那会中呢也会带一些珠宝啦 或者是一些产品呢来意卖 那所得呢也是要用在公益上面 来响应总监夫人今年度的主轴 那我们中立分区这一次在11月8号在南方庄园 那我们邀请的是吴若全老师做专题的演讲 那分享幸福 然后跟我们所有的中立分区的宝圈们分享 在这一次的演讲活动当中 国际福洛文也捐赠了八套杀菌照明设备 给新路基金会经营管理的新竹市儿童发展早期疗狱中心 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好的卫生环境 今天国际福洛文3501地区就是所有的会员朋友们 就是也一起捐赠了这个紫外线消毒灯的设备 那我们之后就在早要中心就会装设这个设备 然后每一天开启就是紫外线消毒 然后还有老师们也会很用心的去做那个玩具跟教具的清洁 然后一起守护早聊小朋友 还有生意障碍小朋友的健康 有了家人们的支持 国际福洛文3501地区的公益活动更显得活泼有力 生友们也欢迎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国际福洛的行列 为公益服务奉献更多力量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